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横木公堂的分开后呢 我独自踏上回家的旅程了 今天我看能不能到甘肃兰州那边 尽量我会赶到那边 距离有一千来公里挺远的 估计要开到晚上很晚 如果实在到不了的话太累了 就在路上找个地方休息 因为从西藏出来 我已经连车开了好几天车了 因为是我一个人开车 每天都是从早上开到晚上 第一天从勒布沟那边出发 开到念琴唐古拉观景台 第二天开到陀陀河 然后昨天从陀陀河来这个格尔木这边 堵了一天一晚上没休息 今天又要开 请注意2.1公里后驶出109国道 往西宁敦煌G6方向 所以这已经是我一个人开车第四天了 就是每天从早上到晚上 所以其实非常疲惫 欢迎再次光临青藏公路西藏管阳路端 过境车辆右转上高速 右转进入大道往西宁敦煌方向 到西宁是768公里 这边离格尔木市区就20公里 但是我们是不能够进城的 因为我们是从西藏过来的 在检查站检查完毕之后 工作人员就可以在车身上给你贴一个过境青海的标志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开车高速出青海 格尔木收费站到了 这有一个告示写着 G6查哥高速全线服务区都关闭了 都南服务区可以加油 现在我前边还有后边这些车辆 都是从西藏出来过境青海的 然后现在已经后边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ETC可以吗 好 ETC 好 右车就是格尔木市区 这就是G6进藏高速 北京到西藏的高速公路 青海境内 这两个非常值 走高速公路就是好 走很快 而且 车也非常非常少 在这个时间段 因为现在情况特殊 这条路上很多服务区都没开了 只有都南服务区开了 如果大家要燃油补给的话 一定要在都南把油加满 这些服务区现在都是没有开放的 原本这是一个服务区的 但是现在是关闭的 伊克高里服务区 伊克高里服务区 现在关闭了 这也有一个中国石化 原来也可以加油 现在也关了 这些东西 会有 画出这天地 又画下我和你 让我们把世界全力作坏 请让我们不及 也给我们自己 让我们就这样 现在我要进都南服务区了 这写着高风险地区人员固定服务区 因为这个路上 从格尔木到西林 就这一个服务区开着 其他的全部关闭了 你好 这个是网西林唯一的一个服务区对吧 这加完以后 在下一个服务区查卡 再把这个加满 查卡开放吗 他们好像说不开 开啊 因为我在格尔木上面写的只有这开 就这加完去查卡加完别的就不行了 工作人员说查卡开着 但是我在格尔木的时候 那些工作人员说查卡没开 具体的不知道 到了查卡再去看一下 人家肯定必须要加一些油 现在加油要排队 好 行 稍等一会 加油过程中不要摇车窗 这个地方发现了好多阳性都被带走了 行 就是我车窗不能摇下来 对 明白了 好 车窗摇起来 好 我现在能进去了吗 稍等一会 我会跟你说的 好的 这个地方加油了 不准下车 车窗也不准开 工作人员说发现好多阳性都被带走了 所以我只能全程待在车上 如果你要上厕所这些事想都不要想 好嘞 谢谢 去哪个呢 工作人员让我去那边 工作人员先给车消毒杀菌 我可以再扫一下吗 刚刚有点问题 没付成功 多少钱 你好 好 后面有个120的车来了 难怪工作人员说在这发现了阳性都被带走了 全程不准下车封闭式操作 车辆全部消毒消毒 现在继续出发上路 往西林方向走 这里是万嘎秀崖口海拔36666元 来到这里开始变天了 下雨了 特别冷 马上到查卡新收费站了 我去查卡服务区再加一次油 可能要到甘肃才能加了 因为也不是很确定 所以为了保险先去加一下 这边排了很多车的是西藏京清专用通道 就是从西藏过来途经青海 过境的车只能从这排队走 不能去走别的通道 现在后边排了好多车 也都是从西藏出来的 西藏京清专用通道 直接可以走吗 ETC已经少了 好 谢谢 这个加油站 可能是我在青海境的最后一次加到油了 工作人员在这守着 要扫码才能进加油站 藏一通河山报告 看得到吗 现在这里加油都是一辆车一辆车的进去 等那一辆加完了我才能进去 可以进去了 我已经跟他说了 92加满 现在都是靠匕首式的 25 多少钱 80 广播在喊进站加油 不能下车 只能微信支付 你好 好了 现在到大水桥收费站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借适 杠泄 架 美艺 写 演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